不要动手 不要动手 大火 嚣张老人用拐棍猛打外卖员的头 不料对方是个硬茬子 飞起一脚教他做人 9月4日在上海街头 发生了令人愤怒的一幕 一名上了年纪的老人 拿手里的拐杖去敲打外卖员 还不停用手指指点点 但外卖员并不打算理他 只是低头在手机查看订单 等他骑上电动车准备离开的时候 老人突然情绪激动 拿起拐杖就向外卖员身上砸去 外卖小哥停下车来 想要跟老人理论 没想到老人毫不示弱 继续抡起拐棍猛杂 外卖员当场被忍入 一把夺过拐棍 并将老人揣倒在地 外卖员虽然很生气 但还是强忍着心中的怒 将手中高高举起的拐棍轻轻地放下 当老人仍不依不饶 他挣扎着爬起来 继续用拐棍打人 并想抢夺小哥的电动车 还挥拳打了小哥一拳 小哥再也忍不了了 抱起一脚踹向老人 围观路人连忙上前将二人拉开 随后民警赶来将两人拉开 经过现场调解后 两人选择和解 视频一经发出 立马在网上引发热议 有网友表示 不是老人变坏了 而是坏人变老了 路都走不稳 拿拐棍砸起人来倒是挺有劲 但很快就有知情人出来爆料 说事情的起因是 外卖员将车停在了人行道上 阻挡了老人的去路 老人要他把车挪开 但外卖员却不理会他 老人急了这才拿起拐棍打人 那么大家觉得这件事怪谁呢 评论区踊跃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